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石破茂 预料会在明天获得国会推举接任首相 石破茂今天就预告 上任后的头号任务就是要提前解散国会 下个月27号就会举行全国大选还政渔民 并且希望可以马上阻隔 只是市场对于石破茂经济政策的不明朗因素 触发了投资者抛售 日经指数今天开盘以后暴跌 必试时跌破了三万七千点 笃定成为下一任日本首相的自民党总裁石破茂 罕见的在上任前就宣布将会解散国会的决定 日期就定在10月9号 27号超前迎来全国大选 比原定时间表提前一年 新政策券是可以早期的 国民的審判を受けることが重要 考虑 日本国会明天将会跑流程 让众议院投选新任首相 石破茂上位几乎板上钉钉 他的内阁班底才是重头戏 两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 石破茂已经锁定了两位自民党总裁选举的 对手入阁 分别是林方正 他将会留任内阁官房长官 至于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腾胜信 则是转任财务大臣 另一位消息人士则是披露 石破茂的亲信盟友 前防卫大臣言污毅 将会接任外务大臣一职 前副部长武藤荣志 则是出任经济产业大臣 不过在总裁选举中 以194票对215票落选的 强硬保守派对手高氏早苗 似乎不在内阁名单之内 有消息指 高氏拒绝了任职党总务会长的邀请 分析认为 这将凸显石破茂基本盘薄弱的软肋 成为执政的一大阻力 无论如何 被视为货币政策鹰派的石破茂 在相位之争胜出之后 市场情绪出现波动 日元和日本债券势如破竹 另一边乡的日本股市 今早则下挫4个百分点 日经指数收盘倒跌 跌幅达4.8个百分点 报37,919.55点 东正股价指数则滑落3.5个百分点 本正股价指数换的 我知道你能在将超级中筷 请不要多点 请消息 一断 通过